新闻终述 自定动态 热点关注 资讯触底 讲身边事 讲国家事 讲天下大事 9300新闻直播室 大家好 欢迎收听930新闻直播室 今天是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 我是谭敏妍 先来关注汪区方面的动态 九金山呼吁公众中国农历新年防罪 本期记者吴畅明1月11日 九金山的报导 九金山安全资源中心 在中国套年新春来临之際 在1月11日 九金山中国城天下围攻牌坊前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呼吁公众在农历新年期间 在参加各项慶祝农历新年活动的同事 设计个人人身和财民的安全 防范和举报犯罪行为 布利德指出 贫发的亚裔暴力事件是目前华裔社区的挑战 特别是长者受到被攻击的负面影响 市政府有见及此去年和社区机构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包括安务自助处、社区青年中心等 推出了长者伴护服务 协助上千名的长者安全外出 农历新年期间 安全是第一要务 九金山警方和地检署都会加大力度 警员巡邏维护中国城的事免安全 同时 这个也是政府部门和社区机构的合作 共同促进社区长和和发展 布利德市长 感谢中华总商会每年举办中国农历新年的慶祝活动 期待新年大游行的到来 加州参议员威善高说 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之内 大家会开开心心地过中国农历新年 他欢迎大家来救金山中国城参加慶祝农历新年的活动 但那些如果想趁机搶劫、偷窃、攻击华裔的不法行为 是不可接受的 他呼吁公众加强放庇 也感谢警员加强执法的力度 警察局长施格强叫 无论是参加慶祝活动只是外出 不要随意和不相识的人搭散 不要钱财外怒 也不要轻信他人 更不要带人回家 架车人士 不要将贵重物品围留在车内 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或可疑状况 謹记报警 其他与会的嘉宾也分别发现 呼吁公众 慎放农历新年犯罪行为 减少个人财物损失 确保个人人身安全 游民坐在店门口影响生意 店主求助警方20余次无果后 向对方喷水遭谴责 本台记者张苗 1月11日湾区综合报道 据SFGATE报道 旧金山一个店主 向旅游民喷水遭谴责 店主说自己没有做错 在一段视频中 旧金山蒙哥马尼街一个店主 用水管喷洒一名旅游民 引起了一名的憤怒 星期一1月9日开始 流传的这个视频中 我们可以见到 店主格温在喷洒该类游民 当时他大叫大喊 并试图遮挡身体 旧金山湾区民权律师委员会 和北加州公民自由联盟说 这个事件应该是攻击 旧金山警方 就将该事件定义为可能的攻击 警方说我们仍在调查 目前还没有确定刑事诉讼 格温就该事件向媒体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他说这个旅游民挡住了他的 袋口 警方要求他离开 但是他就拒绝执行警方的命令 但是警方就驳斥了格温的这个说法 警方说 没有人可以进入他们的商店 或者进入他们的办公室 警察在上午8点40分首先赶到现场 一名成年女性挡住了一家店铺的门口 该妇女服从了警察的要求 从门口离开 视频显示 该妇女当时是在人行道上 而不是在店铺的门口 格温在这条街上一家画廊的经营者和所有者 事后他对媒体说 我感觉很糟糕 他经常打垃圾桶 他的行为已经合跑了我的客户 他和在同一条街上的店主 此前两个星期曾打过多达二十多次的电话 给警方和社工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警方和社工都表示 他们不能强行移动该妇女 这个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第五区议员普雷斯顿在推特上说 这个绝对是令人厌惑的 议员佩斯金也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个事件 说这是一次不合情理的攻击 并且说警方正在征求证人证词 以确保这名男子被起诉 无家可归者联盟的政策主任 埃塞说 在威胁生命的恶劣天气和庇护所 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发生这次的襲击 至少可以说是冷耗和无情的 保持干燥是人们在街头生活时 为了避免体温过低而必须做的最重要事情 所以这次襲击 是对这位妇女生命的直接攻击 有房的人对无房的邻居 实施的暴力行为 需要停止 我们希望这位被襲击的妇女 能得到喘息和正义 并且真正地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 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美各地的信息 全美上万航班瘫痪 初步调查结果是一个数据库文件损坏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系统11日出现故障 一度暂停了美国境内的航班起飞 虽然后续解除了暂停措施 但导致上万架次的航班受到影响 FAA在11日晚间发布的声明中盛应 初步调查发现故障是由一个损坏的 数据库文件造成的 据CNN的报道 11日早间 FAA宣布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发生故障 并且短暂停止美国境内航班的起飞 当日9点左右 暂停起飞措施解除 但由于持续的涌岛 航空公司继续推迟或取消航班 航班继续追踪网站Fight Aware 数据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11日18点 已有9500多架次航班被延误 超过1300架次航班被取消 白宫新闻秘书卡里纳让皮埃尔发表声明说 总统拜登已听取了 关于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出现故障的报告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这是一次的网络攻击 FAA在11日晚间发布的声明中承认 初步调查发现 故障是由一个损坏的数据库文件造成的 并且表示将会进一步 撤查事故的原因 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防止再次出现航班的中断 导托社报道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坎特韦尔称 该委员会将会就 这次计算机系统中断的原因展开调查 坎特韦尔称 公众需要一个有弹性的航空運輸系统 据了解 这次大规模停飞 是美国航空业在北道一个月中 遭留的第二次重大事故 英文媒体报道说 上星期佛罗里达州 因一个空中交通控制系统问题停飞 该州主要机场的航班被迫延误 旅游业研究公司ARG总裁哈特韦尔称说 我们似乎正在经历着这些令人遗憾的过于频繁的中断 我担心这种情况的累积效应 可能会让休闲旅行者决定减少飞行次数 或者只会在必要时才会乘坐飞机 而这样可能会激化航空公司和FAA之间的矛盾 离境牌显示 原定于美东时间11日5点40分到6点10分之间 离开纽约市肯尼迪机场的20个航班中 只有3个航班成功起飞 美联航在宣布所有航班停飞之后 还要安抚受停飞影响的客户 称他们能够免费退票 路透社报道 美国旅游协会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弗里曼表示 这次FAA灾难性的系统故障 清楚地表明 美国的交通网络迫切需要重大升级 麦卡锡回应议员做假门事件 他说很多人这样写假历 星期三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拒绝向共和党众议员 桑托斯施压迫使他辞职 因为偽造假历和财务状况受到质疑 外界要求桑托斯辞职 麦卡锡的评论标志着他至今为止 对桑托斯最实质性的声明 当被问及 桑托斯承认自己编造了部分的假历时 麦卡锡说 众议院、参议院和其他地方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麦卡锡说 选民投了桑托斯的票 他必须对选民和选区负责 让选民在两年之后再做另一个决定 他还表示 他必须在众议院建立信任 他将有机会证明自己 纽约当地的共和党人 以及纽约州的新议员 按道尼德埃斯普世托 星期三的时候 呼吁桑托斯辞职 在过去 各会议员一般只有在被定罪之后才离任 麦卡锡说 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 在今天的美国 在被证明有罪之前 那个人就是无辜的 他还说 如果有什么可以证明他确实做错了事 那么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再来处理 麦卡锡还表示 桑托斯不会被分配到 拨款委员会 筹款委员会 金融服务委员会 以及能源和商务委员会 但他并不排除桑托斯在其他委员会任职的可能性 媒体说 如果桑托斯赶出众议院的话 需要得到众议院三分之二的投票 二州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 星期二 二州成为美国最新一个禁止销售 或者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州 在二州加入之后 全美总共有九个州 以及华盛顿特区禁止销售 或者拥有军用武器 除了加州和夏威夷 其他州集中在微冬地区 包括纽约、新州和康州等 在二州议会通过立法几个小时后 该州的州长普利茨克 在斯普林菲尔德州议会大厦 举行的仪式上 签署了保护二州蛇区法案 使它成为了法律 在场的一些枪支暴力的幸存者 在普利茨克签署并展示法案的时候 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新的伊州州法将禁止攻击性武器 包括一些半自动枪支 以及大容量的弹架 和速射的装置 普利茨克星期二早点的时候 在一份声明中说 今天我们通过了全国最严厉的 攻击性武器禁令之一 以兑现我们的承诺 我真自豪地签署这一禁令 白宫新闻发言人杨皮埃尔表示 总统拜登赞扬伊州的领导能力 以及众多倡导者 幸存者和民选官员的不邪努力 他们代表所有伊州人 将高地公园和其他枪支暴力事件的痛火 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 伊州的攻击性武器禁令 是在去年独立日芝加哥郊区的高地公园 举行的游行中 遭遇大规模枪案之后六个月颁布的 当时一名枪手使用半自动步枪向游行的队伍开枪 打死七人 去年11月 赢得第二任期的普利茨克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就曾经承诺实施这么严格的枪支法 但是伊州枪支协会表示 该禁令影响了该州近250万合法枪支拥有者 并且誓言将挑战这一项的法律 伊州枪支协会的执行董事李查德·皮尔森 星期二在声明中说 他会继续向法庭提出诉讼 伊州枪支协会将会向法庭起诉伊州 今天是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 我是谭文燕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动态 士气低迷、辛酬低 英国两成警察计划2025年前辞职 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 由于士气低迷和对辛酬不满 英国五分之一的警察计划在2025年前辞职 英国《每日有报》12日报道 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联合会 调查了3.7万名英国警察 发现19%的警察从来或是 几乎没有足够的钱来买生活必需品 18%的警察表示计划在2年内辞职 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联合会表示 2011年后 这些警察面临的减薪幅度达到20% 但辛酬太低还不是对他们打击最大的因素 士气低迷和政府对警察的态度不好 才是最令他们伤心的 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联合会主席 史蒂夫·哈治霍恩表示 因为这10年来的辛酬和生存条件逐渐变差 警察们正在一批一批地离开 近年有外界消息说 英国民众对警察的不满也有增高趋势 英国《观察家报》去年11月报道 近年所调查的英国警力中 一半警力在调查犯罪方面未能达到规定标准 报道说 在英格兰的39个警察单位中 王家警察督察局根据新的评估机制 至今为止检查了其中的29个 在调查犯罪领域 其中3个被评为不能声音 11个需要改进 8个为合格 只有7个被评为良好 在回应公众方面 5个被评为不合格 12个需要改进 只有4个评为良好 调查结果引发了一轮涉及警察表现的负面言论 俄罗斯亿万富豪钱包大缩水 钢铁巨头财富蒸发111亿美元 自俄乌冲突以来 俄罗斯亿万富豪财富正在急剧减少 据福布斯雜誌最新的估算 自俄乌冲突以来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 以及经济危机 导致俄亿万富豪的财富正在急剧减少 俄申社报导 截至去年12月 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俄罗斯富豪总共68人 所有人的财富在一年里都缩水 北方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 阿列克謝·莫尔达兆夫 是缩水最严重的富豪之一 其财富在2022年蒸发了111亿美元 目前资产是184亿美元 自去年年初以来 由于欧盟禁止俄钢铁进口 美国也对他控制的多家公司实施制裁 北方钢铁公司股价下跌近45% 损失仅次于莫尔达兆夫的是 俄罗斯最大电商和快递业具体野煤公司总裁 塔贵·杨娜·巴卡尔幼客 他的资产降至47亿美元 缩水一半有多 去年10月宣布放弃俄罗斯各席的 京科夫银行创始人 奥列格·京科夫 損失达到59亿美元 据报道 截至去年底 他的资产仅仅剩下8.7亿美元 在2021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 总共有123位俄罗斯亿万富翁 202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88位 值得关注的是 乌克兰富豪同样损失惨重 据俄罗斯《观点报》 去年12月28日的报道 与俄乌冲突开始之前相比 乌克兰排名前20的顶级富豪的总身家 已经缩水超过2万亿美元 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方面的动态 中国出境有持续升温 华人旅游业者迎来行业复苏 新年因此已有逾百名中国游客联系我们 表达了来埃及旅游的志向 埃及中华总会会长王培中说 中国旅客的旅游热情正在加速释放 海外怀孕旅游业者正享受着 行业复苏带来的巨大红利 中心社12日报道 神廟法老金字塔利诺河 埃及古老而神秘的文化 令不少中国游客甚至神往 与此同时作为高速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埃及亦都障害上臂 热烈地欢迎中国游客 王培中表示 埃及对中国公民实施落地签 中国公民可以在机场申请落地签证 非常便利 特略于此 不少家中国旅客选择来埃及过春节 目前王培中经营的希望旅游 已经有不少预约 中文导游也恢复上纲 做好了迎接中国游客的准备 坦桑尼亚发现旅游 中国区市场总监李俊说 上面惯是对旅客来说出境游的意愿 影响比较大 近年来 中国与坦桑尼亚经贸往来密切 两国旅游业必将迎来蓬勃的发展 每年的7月到8月是非洲动物大迁征的时候 亦是最受游客清来的旅行季节 李俊表示 目前公司已收到不少的下季订单 随着中外航班供应量的上升 出境游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未来定会迎来更多的来自中国的业务 广深港高铁票开售西九龙站人山人海 香港新闻网1月12日电 因疫情停运近三年 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口岸 以及高铁香港段将由15日开始恢复服务 1月12日网上售票系统12306网站 在中午12点开售西九龙站贵位以及自助售票机 即在下午2点开始运作 当日大批香港市民亲自前往西九龙站 购买车票 现场人山人海 港铁公司香港客运服务总监 杨美真会见媒体时表示 高铁初期恢复短途服务包括福田、深圳北、 广州南和新增的广州东站 全面投入服务后 还会新增东莞南站和东莞站 令市民可以由西九龙站直达内地60亿的站点 港铁公司举行记者会介绍高速铁路香港段 从新投入服务的安排 高铁重开后 将会全面引入电子车票 将车票和旅行证件合二为一 直接凭证件入闸 西九龙站引来全新的大型行李X光检查机 又重新布置了通道的位置 方便攜带大型行李的旅客 站内见自助售票机大排长龙 而人工售票处就打光射饼 不过市民表示他们很开心可以卖到车票 以上就是今天930新闻直播室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谭文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 大家也会 每一次在交换 我是谭文言 我